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我是阿湯 你家裡有養寵物嗎 不論你是養喵星人 或是王星人 或者是養了一隻哈士奇 那我想大多人都會想要在家中安裝個監控攝影機 可是事實上現在很多人家中也都有安裝監控攝影機 因為可以運用到的範圍真的太廣了 除了養寵物用得到 查看任意用得到 像家中有長輩我覺得更用得到 特別是有請外籍看護的 還有各種大大小小的需求 其實都會用到監控攝影機 正所謂家有一機如有意 好啦 那廢話就不要講太多 來介紹一下今天的重點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就是由TP-NIC推出的兩款入門監控攝影機 看完不需要問我要選哪一款 因為第一款 TAPL C220是旋轉式AI防物Wi-Fi網路攝影機 另外一款是TAPL C520WS戶外旋轉式Wi-Fi防護攝影機 基本上TAPL C220就是室內用 TAPL C520WS就是戶外用 所以如果看完影片想要入手的人就不用問我應該要怎麼選 室內就是選C220啦 戶外就是選C520WS啦 首先我們就來分享一下TAPL C220的部分 安裝跟連線到APP的部分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基本上只要跟著使用說明走 很簡單的就可以搞定了 所有TAPL系列的產品都可以統一透過TAPL APP來管理 再來我們就針對大家在購買這類產品時 會注意的點來做點說明吧 挑選重點1 畫質TAPL C220採用2K解析度400萬畫素 這扎實的2K QHC可不是一般假2K的監控攝影機可以比的 畫質是相當的不錯喔 挑選重點2 可以轉的角度 現在網路攝影機不能轉360度呢 大概也很難讓你再買單了 TAPL C220的水平它可以轉360度 垂直的部分也可以支援到114度 基本上你裝在家中中央的位置或者是角落 都注意查看全部的範圍喔 挑選重點3 通話功能 不論我開箱過多少網路的監控攝影機 每次都會被問到有沒有支援雙向通話 TAPL C220當然是支援的啦 雙向通話測試的聲音 南邊有聽到聲音嗎 喵耀 喵嚕這邊有聽到啊 聲音非常的乾淨 挑選重點4 APP功能 網路攝影機雖然大多數都支援APP的功能 但是有些APP的功能非常簡陋 有些APP的功能則是要額外付費 但是TAPL C220的APP功能 我認為是相當的完善 不需要額外付費就可以使用 這邊來大概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基本當然是可以遠端透過APP查看畫面 進行雙向通話 查看儲存影片等等 再來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智慧AI偵測功能 包括人物 寵物 車輛 嬰兒哭泣 那我們來測試給大家看看 當然我在畫面中走來走去的時候 你可以設定自動跟隨 直到人物走出畫面為止 寵物的部分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是想買來監看嬰兒 像這個一有哭泣聲 也會透過APP來通知你 那聲音的部分 除了嬰兒哭聲之外 目前還有BETA測試中的功能 包括偵測狗叫聲 貓叫聲 或是家裡的玻璃打破那種聲音 其實都可以即時透過APP來通知你 最後APP的偵測功能 除了全畫面之外 你也可以針對特定的區域進行偵測 非常的方便 也能設定哪些區域不被監控記錄下來 看到這邊是不是覺得 TAPO C220的功能非常的完善 如果你是慣用智慧家電的人 TAPO C220還支援 Amazon Odessa 以及Google語音助理 透過語音 也可以進行相關的基本操作 OK Google 查看貓屋攝影機 好 TAPO C220之後接下來帶大家看看有戶外需求的另一款 TAPO C520WS 綜合上面室內攝影機的幾個挑選重點之外 戶外攝影機其實要注意的點又更多了一點 TAPO C220的功能基本上 TAPO C520WS也都有 像是支援2K QHT的解析度 但在鏡頭的部分又更加提升 比如說像是夜視的部分 是採用星光級的感光元件 不僅是有紅外線的夜視功能 而且也有支援全彩的夜視 可轉的角度覆蓋的又更大 水平同樣是可以360度的旋轉 垂直的角度再大了一點 達到130度 通話的部分當然也是支援雙向 這些我就不多做測試給大家看 基本上功能兩款是一模一樣的 至於畫面偵測的部分 透過智慧AI偵測能力 同樣可以針對人物 寵物 還有車輛去進行偵測 而且還有月線的偵測功能 出遠的時候如果有人親門踏戶到你家的話 他也會立即推播到TAPLE APP的通知上面 對於戶外攝影機來說 人物及車輛的偵測就更為重要 那我們來測試看看車輛經過的部分 同樣的他也可以指定偵測的區域 不過要在戶外使用 光是有上面這些功能 是不夠的 接下來要講兩大戶外挑選重點 挑選重點1 防水防塵 TAPLE C520 WS 支援IP66防水防塵能力 以戶外高空設備來說 IP66其實已經是最高等級了 再往上其實沒有必要 防塵等級最高本來就是6 防水等級7以上 其實主要是針對 你把這個東西進入水中的水壓 所以在挑選戶外的設備 只要不會被浸在水裡面的 基本上IP66就已經是頂規了 戶外機挑選重點2 無線天線的強度 因為要安裝在戶外 基本上就多了一道牆 或是一扇窗 Wi-Fi的訊號一定會被削減 所以攝影機本身的收訊 非常的重要 TAPLE C520 WS 為了讓訊號能穩定維持 支援有線連接之外 它也內建了雙天線維持訊號穩定傳輸 因此在大家挑選的時候 戶外機這兩個挑選重點 要特別的注意 最後阿湯在提及兩個 TAPLE C220跟TAPLE C520 WS 都一樣的功能 第一個是支援的機卡容量都是512GB 可以連續錄影儲存680小時的影片 或者是你也可以訂閱TAPLE CARE的雲端服務 直接將錄影影像備份一份到雲端去 就可以更安心喔 第二個功能就是 聲光警報 網路攝影機的功能除了監控之外 當你發現不順之客的時候 透過網路攝影機 發出這個警示 我覺得是相當重要的 在這兩款網路攝影機的APP中 都可以預先錄製好自己的聲音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播放 並且透過攝影機的閃光燈發出警示喔 大家看完TAPLE C220跟 C520 WS的介紹之後 有沒有覺得TP-Link這兩款網路攝影機 提供的這個功能呢 相當的完善 特別是AI偵測的部分 完全免費使用喔 唯獨要付費就是雲端儲存服務 當然連這個都免費的話呢 我覺得TP-Link可能一年後 大概就要倒閉消失啦 就是要佛心 還是要有限度才可以 但是我還是想要許願 可以免費備份12或是24小時內的影片 那我覺得真的就是太完美了 如同前面提到了 看完應該不用問我要選哪一台了吧 室內使用基本上就是選 TAPLE C220 戶外使用的話就是選 TAPLE C520 WS 兩款都有相當不錯的規格 而且都保固兩年 針對各種需求包含完善的功能 基本上就是任君挑選啦 而且TP-Link呢 可是連續12年 網紅產品銷售第一的品牌 這個品質呢 我覺得真的是掛保證的 大家如果對於這兩款 網路監控攝影機呢 有任何問題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不是派電的 大家下集見囉 掰掰